请安利一下 不行了 冒汗了 你不得说认真的排行吗 我要开始了 差不多了 该过去了 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介绍一下剧里的角色 我饰演的是莫灵贼 我饰演的是许清悠 请安利一下 夜色暗勇士这部剧 这部剧呢 它是一个非常甜蜜 然后呢 跟我们两个互动 也是很多的一部剧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给你安利一下 夜色暗勇士这部剧 这部剧太好了 有张雨昕老师的戏能不好吗 对 来评价一下 你剧中的另一半吧 雨昕老师呢 是一个戏中特别广的女 剧中 什么 来评价一下 你剧中的另一半 许清悠呢 是一个 特别可爱 坚强 然后美丽大方的 至少女强人 然后呢 挺好 我剧中的这个另一半呢 它就是属于这种冷人冷面 就是冰块 冰块人这种 但是呢 就是对我还偶尔有一点点好吧 小恐龙 你是否一样的我好 你别走 请问你觉得成年人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成年人的爱情我觉得就是 就有一种默契 叫做你不说我不问 所以冷人冷面 所以冷人冷面绝对不说词 嗯 能不说就不说 嗯 能不说就不说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差距大吗 OK 这个角色和我本人差距不是特别大 你觉得你和这个角色本人差距大吗 完全没有差距 对 这就是我 OK 前世这个新角色的时候是一个职场女性 有没有获得新的启发 嗯 有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演过这种职场女性 那对职场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请再展开详细说一说 有哪些新的了解 就比如说呢 你看比如说在着装上 那我就会穿职业的这种比较职业的这种衣服 那包括呢就是跟领导说话呀 然后包括就是说处理这个手上的工作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觉得演绎起来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 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应该是词都比较专业 然后可能就是需要很有自信语速也比较快 然后可能记忆力就是面临了一个挑战 好 赶紧问我了 请问你背台词快的秘诀是什么 年轻 年轻 吃核桃 哭泣 哭泣我什么时候一秒落泪了 就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没有哭泣这种东西吧 就是只要你能跟这个台词啊产生共情 能让你想到自己比较难过的事情 我觉得哭泣不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那张老师背台词快的秘诀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专注度很重要 专注就背词会比较快 哭泣怎么有了 莫名戳中笑点 哭泣 哭泣我也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更相信当下的剧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觉得自己最可爱的点是什么 哭哭哭哭哭 我没有可爱的点 平时会看自己的超话吗 嗯 会看 比较关注什么样的内容 嗯 什么内容都会关注 因为我觉得超话也好 包括自己的就是一些网友的评论和粉丝的评论 都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体现 所以可以看看自己最近的状态 通过自己的超话看自己的状态 对啊就比如说粉丝觉得你最近 微微微好 就是状态好 或者粉丝提出了一些建议 你看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步 哦 学习到了 那我们在这边 我会有那么大的一些东西 或是我们在这边 那我们是对我们的